本期是一场户外友谊赛 欢迎大家来到比赛现场 因为古炎龙溪出来扎道 所以找了钟离打一场友谊赛 让大家更好地了解他 那为了更好地展现古炎龙溪的技能特点 钟离临时组建的一支护卫队前来参赛 我们看到钟离先是用预章互动唤醒的古炎龙溪 再用黑影枪给他拿了痒痒双方亲子的风拳 伴随着古炎龙溪很长效 比赛正式开启 面对摆好架势兵有各种互动保护的北斗 古炎龙溪试探现在用右手挥手的爪击 见北斗纹丝不动又接了一剂左手爪击 但这波看似猛烈的攻击却只破除了诺埃尔的盾 显然开场试探已经结束 再被北斗延续三顿普攻暴击后 古炎龙溪狂猴一身使出以及神龙百尾 瞬间破开北斗的盾并打下其四分之一的血 而此时古炎龙溪趁身追击高举松甲 使出水光多来回摆动 这个时候护卫队要小心了 因为他接下来放大招了 古炎龙溪的技能基本上已经展示完了 那我们在面对这只弹坏头的时候 最好带上一个能加护盾的角色 如果没有综疑可以横担诺埃尔 在古炎龙溪虚拟大招的瞬间 切除诺埃尔放出护盾 应用护盾反弹其大招伤害 像这只护卫队基本上都是靠反弹打出的伤害 但大家正常的队伍都是有主C的 配合这个技巧也可以快速的打掉它 我是七千岁 记得点赞加关注哦 咱们下期见拜拜 感谢观看